每年自不舉辦的農民入口 然後支持我們創世基金會 做植物人的照顧 那大家也知道就是 每一個植物人家庭就是他 就是家裡有的植物人發生 其實對每個家庭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不願意見到的一種狀況 而且對家庭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 造成這個家庭很 就是很嚴重的一種 衝擊 那很多家庭也因此就是自已而遂 所以譬如說孩子 幼小的孩子沒有辦法 他的成長可能失去了父親或是母親 然後是年脈的父母 失去了孩子 所以這些家庭呢 當他們遇到這樣的事故的時候 很需要帶回來支持他們 那當然經濟會在 這三十幾年來其實幫助了 植物人的家庭 第一個是減輕這些照顧者的壓力 那在他們很長期以來 其實我們一個經濟上面的困難 所以我們提供的免費照顧而知 專業的技術做到這樣的家庭的業 去幫他們做 教導他們如何照顧 和減輕他們的壓力 那當然這些服務呢 都很需要社會大眾的支持 那當然高雄捷運 他就每一年除了他們 在技術上面的這個角色以外 更忘了做工藝 然後長期的支持群術基金會 來幫助這些家庭 然後讓這些家庭 都安定安穩下來 所以在此呢 服務我們的米總還有愛魯華的觀眾們 這一次一定要來參加我們 2023伊甘站長的耶和共與路 一起來幫助這些職務人 的壓力 谢谢